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分享一些有關我個人在新界西地方的體驗 和最近閱讀的一些心得 今天其實個安排很好 一方面有蘇先生講的建築 如果我們用簡單來說建築就是硬的物件 這次我講的是軟的東西 所謂軟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會認識但又看不到的 所以今天可以這樣講就是軟硬劍思 所以先是軟 我先看看 不好意思因為硬了 鄉村那個有沒有 好了首先我們看看 鄉村有個字 好了我們就看看 大家可以聽著 新資料查 謝謝 鄉村 上一次史學會有另一位很出色的學者鄧博士 跟大家講過地圖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地圖這個地開始講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新界的中族的墜落 其實是一個過程 同樣地大家在這個地圖上面 或者在一些文字資料上面 都會看到這幾個字的 屋村圍向去時鎮 但是原來我們今天去看的字的概念 其實是經過了一個演變的 首先第一樣就是屋了 大家聽過很多的村 叫做什麼 潘屋村 是不是 黃屋村 里屋村 其實屋這個字是怎樣來的呢 當然就是建一間屋 但如果大家有仔細有留意的話 其實在我們新界西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主要集中在新界西 所以講新界西的例子 譬如說三棟屋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三棟屋的屋有什麼特點 其實它類似什麼呢 類似客家的圍龍屋一樣 它是開始 但是未完成 為什麼呢 因為三棟屋的主人 他們來得遲 去到這麼上下 整個環境已經改變了 他們不能發展 於是它雖然有圍龍屋的規模 但是發展不到圍龍屋 好了 屋這個名稱 同樣地出現在大江部村 有沒有朋友是去過大江部村的 大家知不知道有這條村 知道了 是不是 以前經常水浸 浸到媽媽都不認得大江部村 但現在好了 因為政府不知為什麼 就扔了一筆很大的錢 去改善它的局務工程 所以好了 大江部村那裡 它有一個是王室大屋 這個也是一個圍龍屋的一個起點 所以圍龍屋的起點是什麼呢 它會有一座是主的主體 譬如說客廳 接著就會有房間 然後就向外面慢慢發展 但是始終呢 它都是去到一盡 就是第一層已經終止了 好了 講到屋 大家都可能 不是很留意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十八鄉有個地方叫東城里 那裡東城里 大家就會見到一間酒店 叫做新港酒店 是不是 有沒有去過 有去過新港酒店 是不是 有沒有入居住 沒有 據問那裡就是一些 是鄉視活動的一些集中地 不過說什麼呢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呢 原來在那個 東城里那裡 在新港酒店走進去 是有一排的屋 那排屋 有沒有朋友去過 是啊 哎 很好 它有什麼特色 那它那個標誌呢 那它那個標誌呢 換的標誌有什麼 蝙蝠 好 還有呢 一個金錢的形狀 是不是 就是銀 就是財富 財富和福氣 那其實這個呢 如果我們有留意的話 它是單獨存在的 是吧 一排屋 那據文 據當地的父老說 它是一個民國時候的一個官員 就來了來鄉 就是來了來新界那裡住 然後就建這些屋的 那所以這個屋 本身就是 運行住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地 內地男兒的人 有錢的人也好 或者是 中族的人也好 來到的時候 就建一個屋 作為它最核心的基礎 好了 第一個層面 住 但是原來呢 講錢呢 都跟屋有關的 是不是 講錢是講什麼呢 就是賠償 是不是 大家最近都聽到 是不是 要發展新界 就一定要怎樣 賠錢 是不是 那其實呢 香港政府 就是港英政府 因為在公共設施 而賠償的案例 最早是 我們可以這麼說 最早的呢 就是承援水塘 那承援新村 那有這些朋友去過 金錢圍那裡 是不是 但是原來賠償 是分等級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其實可以仔細留意一下 你現在看什麼村都是一樣的 有兩類的屋的 第一類屋 就是三層 視視正正的 那些叫做什麼呢 叫做定屋 好了 另外一道呢 就是平房的 那些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仔細留意一下 你看過去呢 它有個 NOT NUMBER的 那些就是 以前我們叫做寮屋 就是 地證 登記了之後 然後呢 就決定了 你這一塊地裡面 就可以建這間屋了 如果呢 如果朋友呢 有興趣呢 去投資這個農地的話呢 就要留意這件事了 因為現在呢 如果你去買農地呢 就要記住喔 你看那個農地上面 有沒有建築物 如果有的 才可以建 沒有的 就不可以建 因為現在呢 就沒有再登記了 那當然呢 我講到這一點的時候呢 就提出就是說 原來這個屋的概念 在政府的檔案裡面 在賠償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分兩類的 第二種 不是三場的那些丁屋呢 就叫做平房 賠的錢 是比較少的 所以呢 在這裡呢 就大家看到賠償的一個問題 好了 同樣地 說明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概念 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呢 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好了 接著呢 我們講到村了 我想問一下朋友 村這一件事 在中國 古代有沒有的 有的喔 最早的村是什麼時候呢 有些文獻記載呢 周代的時候就有村 好了 但我們不要講那麼遠了 我們講史記 有一個人叫做司馬遷 聽到沒有 這個人呢 就寫了一本史記 後來呢 他有些後人呢 就幫他呢 有些學者呢 寫了一本叫做史記正義 就說明 在漢朝時候的村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在野的 即是在郊野的 就叫村 當時來講 叫自然村 什麼叫自然村 就是大家在一起 醉落在這裡叫村 是沒有實質的行義的 但是去到唐朝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行義了 好了 為什麼我講這一件事呢 原來呢 我們講呢 是中國的 即是古代來講 最基本的 基礎的行政單位呢 秦始皇時代呢 其實我們就叫做鄉 鄉呢 我們後來會講的 鄉 但是秦始皇時候的鄉 和今天呢 我們講到鄉市委員會的鄉呢 其實概念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秦始皇時代的鄉 一路流 一路發展到去這個 唐朝時候 鄉和村 都是行政單位 什麼叫做行政單位啊 有個官系啦 沒錯啦 或者有一個呢 是當地的父老 是受到政府的委託 而去擔當一些的工作 這樣呢 就叫做行政單位啦 在唐朝時候 唐朝初年 即是我們講的是 唐高祖的時候 就曾經呢 在那裡設置 叫鄉 對不起 叫村政 正 即是正義的正 村政 那時候呢 就是一個行政單位啦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 講到唐朝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 哎 很威風啦 唐朝 原來影響到我們香港的鄉村呢 最重要的那個朝代呢 不是唐朝 而是什麼呢 而是宋朝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見到有祠堂 是不是 有很多呢 不同種類的宗祠 有家祠 其實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 是一個呢 是在宋朝時候出現的 叫做什麼呢 叫做呢 是 中法制度的普及法 原來呢 在這個宋朝之前呢 我們對宋 即是那些宗祠那些 那些呢 基本上是貴族 或者是世家大族才有的 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有的 現在大家去到 很多呢 是新界的 所謂 即是比較小的村 它都有祠堂的 是吧 但是那些祠堂 Sorry啊 那些祠堂 和我們見到的那些呢 是元朗鄧氏的祠堂 始終是有個分別 我們不要說它是 哪些是正宗 哪些不正宗 但它始終都有個祠堂 為什麼他們有這個概念呢 就是因為宋朝時候 范仲淹 大家都知道是誰了 是吧 范仲淹 所以這一班人 就在這個鄉間那裡 就推動一個叫做 是中法制度的普及運動 就將呢 以前 即是世家大族和貴族才有的 那種的祭祀 放了去什麼呢 民間那裡 所以我們今天見到的東西 其實是宋朝時候才有的 好了 由於 由這個中法制度 以這種的祭祀模式 所以我們今天見到的 去到呢 就是藏陽的時候 有祭祖了 是不是 那這些都是什麼呢 都是在宋朝時候 推廣出來的 而宋朝時候 剛剛好 在香港的發展歷史上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呢 是開發的時期 因為那時候 有很多 是南來的 一些的 中族 一些南來的市族 來到香港 那就開始呢 出現了我們這個 今天我們見到的 一些鄉 在鄉村裡面 是在村裡面見到的 有宗詞 好了 我們說村 說圍了 那究竟圍先還是村先的呢 是這個 基本上呢 圍和村呢 只是有個經濟實力上的區別 什麼叫經濟實力呢 有錢有錢 就是有錢怕人搶的 就圍了 是不是 如果沒有錢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你想起都很難 是不是 但是呢 也都我們看一些 歷史的發展的情況 你看到 其實在錦田 有些村呢 都是從圍裡衍生出來的 但是 譬如說 大家很熟悉的 鄧八球先生 古居所在的 那條村 叫什麼村 不是 永龍圍 不是 永龍圍幾步 但是呢 不是的 我們看到一些朋友呢 上個星期呢 去過的 那條村叫什麼村 叫做 池塘村 但是呢 這些名字呢 其實是很普及的 因為呢 在香港呢 起碼有兩條是池塘村 我們說的是錦田的池塘村 這個呢 如果我們看回 原來的資料的顯示 原來呢 它是從太康圍那裡發展出來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去過看過 鄧八球先生那個 在香港的故居的時候都見到 其實它的規模其實不小的 在香港這個標準來說 好了 C 那個圍發展出來 一條處 反過來 有一些 好像蕭國健教授呢 曾經說過 他就說 喂 有些村呢 就是為了要壯大自己的聲勢 就算呢 沒有錢也好 都叫自己做圍的 是不是 譬如呢 有一條村叫做金錢圍 是不是 我們怎麼找都找不到那條圍的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在這個概念上面 是互相之間呢 是互相重疊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在某些村呢 其實是個發展的過程的 好了 那圍 如果大家有去過呢 在荃灣呢 不是荃灣 在龍躍頭呢 有一個叫做老圍 是吧 老圍 其實這個圍呢 是一個很典型的 一個是防禦式的 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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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鄉村的一個呢 是防禦建築 好了 去到這裏呢 我們不其然呢 現在問到啦 咦 那究竟啊 這個村 的行政單位 在英國人 接管之前 在這個呢 是 清朝的 時候 究竟 在香港的村 有沒有一些的村政呢 那樣的 我們 因為這些村政 基本上呢 都是兼職的 所謂兼職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功名 於是呢 它就呢 是受到官府的委託 而去做這個 這個 單多這個職務 但是我們呢 看到呢 如果從歷史的 一些的資料顯示呢 其實 Testing testing 1 2 3 其實呢 我們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說 很多時候呢 在 香港呢 經歷過 這個 遷海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呢 是已經改變了 Testing 行不行 在一個呢 是 麻煩 Testing 其實遷海之後呢 就已經有很多事情改變了 大家呢 不要輕視呢 這個是 遷海的慘痛的情況 遷海 大家都知道了 遷海 就說在 有些學者研究 最多人說的呢 就是 在清朝 可能在年間 但有些學者呢 就譬如一個 叫做香港大學的 馬楚堅教授 他就說 喂不是啊 新戰會的時候 就已經有遷海了 這樣 那我相信都是 那段時間 其實遷海呢 將呢 沿海地方 全部的居民呢 遷走 好了 那問題不是說 在乎於他遷的問題 而是說 走得急 因為遷海另一來的時候 就馬上要走 於是呢 那些人呢 就很狼狽了 而且 那段時間都是以農納國 大家都是以土地 作為財富的嘛 那你一夜走完的時候 有很多人流離失所 是不是 好了 那遷海之後 那 周友德 王來任 這些 後來呢 就說上書呢 被皇帝說 哎呀很慘啊那些人 於是呢 就說這些複街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呢 在四副傳書裡面呢 有一個 收錄了 是一篇的報告 這篇報告呢 就說在這個呢 就是康熙末年 雍正初年的道津啊 這個人 就寫了一個報告上去呢 給皇帝 他說 哇見到 在天海之後 香港那個環境 雖然復駕的喔 但是呢 都是十分之呢 是formal 所謂formal的意思是 那個經濟力量呢 都未曾恢復得到 那如果我們看回呢 在香港的那個 鄉村發展來講呢 真是的 自從天海之後 一直要去到乾隆的時候呢 才會見到很多的廟啊 很多宗池啊 那個經濟力量 才慢慢呢 是呼吸回來 好了 那很明顯看到就是說 天海這件事呢 是令到整個呢 是香港那個 即是 經濟 民生 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講的是新界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呢 去到呢 1899年的時候呢 英國人來的時候 好了 抗英啦 對不對 那如果大家有看回文獻資料的話呢 當然 抗英這件事是否對 這是歷史自由公論 但是呢 有一個的 資料顯示 咦 為什麼那些新界的居民會抗英呢 原來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說 哦 原來那些人呢 不知道 原來清朝已經將新界租借了給英國人 那命令還沒落到來啊 那些人就見到英國人來了 於是呢 有一個呢 時間上去差 好了 到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北力 後來呢 平定了新界的抗英運動之後呢 他跟些什麼人說呢 在平沙裡跟那些父老說 那可想而言之呢 其實呢 英國人是直接跟呢 這個呢 是地方上面的父老呢 是去呢 是 接觸 那於是呢 就說明了 當時來講呢 我們所講的 那個行政的意義呢 已經不大 只是一個什麼呢 村 圍 只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地區的 一個意義 好了 由村 講到圍 就講到鄉了 那不知大家呢 知不知道鄉 在中國來講呢 就是一個行政單位啦 但是 如果我們今天看 環顧香港這麼多的鄉 所謂鄉市委員會呢 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呢 最早的 荃灣 沙田 這些都是戰後的 1947年和平之後才設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這個時間呢 鄉就已經是 扮演了另一個角色 已經不是行政單位 而是一個什麼呢 而是一個諮詢的架構 好了 我們講到鄉這個字的時候呢 大家要留意啦 大家知道鄉市委員會 鄉市委員會 是吧 大家有沒有去看過鄉市委員會 那些會議記錄 看過他的組織 或者鄉市委員會呢 有些的資料 比如說最近呢 阿施鳳璇教授呢 帶領了一班學者呢 寫了一本叫做 什麼叫做 鄉議局的 這本書的 其實都提過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鄉去到二次大戰之後 成為了英國人的什麼呢 諮詢架構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層面 現在很多時候呢 討論問題呢 都是鄉市委員會 好了 鄉市委員會下面 是由什麼組成的 鄉市不是 叫做什麼呢 如果在官方的名字 叫做鄉什麼 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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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代表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英國人管治了新界之後呢 其實鄉代表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角色是什麼呢 扣什麼 扣什麼 才會通呢 民生一點 俗譜老氣 俗譜 政府不理你哪一個 打誰 政府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收信 原來呢 在1899年之後呢 博力呢 跟鄉新呢 談好了 你好了 你呢 按時按後呢 要向英國政府 港英政府 是什麼呢 立良 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呢 去鄉村 即是去鄉村 那裡看的時候呢 我呢 最喜歡看一件事 看什麼呢 就是看別人的告示版 你問人的 你問人 別人不會理你 因為那些鄉新呢 大家有沒有鄉新在這裡 沒有啊 是不是啊 因為那些鄉中的父老呢 其實就很重視自己的 就是村裡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不會隨便說的 好了 如果大家看那些告示呢 你會發覺 其實呢 去到今天 鄉的 鄉村 鄉的居民呢 是要向香港 向這個特區政府 立良的 所以呢 有本良策的 立良 怎麼立法呢 當然呢 那個數目很小 是不是呢 但是呢 都是由村代表去組織 然後去統籌做這件事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 在港英政府之後 其實是將以往 在前清時候的 鄉村的一些特點 鄉村的組織呢 是改變了過來的 鄉村 mieux損擾 鄉村 鄉村